20號入圍金曲歌後的 Lala 許佳穎出席頒獎活動 距離金曲獎還有三天的時間 她卻是呼聲最高 還有消息透露出 她將會打敗阿妹張惠妹 奪下獎項被問到這件事 她更是客氣的回應啊 其實我光是看到這樣子的言論 我就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就覺得天啊 我可以被拿來放 跟妹姐一樣這樣子比較 然後我覺得已經就是很大的榮幸了 我沒有覺得一定會得 但是我對我自己做的音樂 還是是都有基本的信心在啊 Lala真的是太謙虛了 不過這次金曲獎項還有一大亮點 就是Lala和男友都入圍了金曲獎項 如果都拿獎的話 會不會趁這波喜氣 直接宣布結婚的好消息呢 呃...什麼 準備得好好的你 你這個題目真的昨天想一天 曉筠老師救我 老師救我 嗯... 沒有啦 你自己也是要給一個交代了 對我還是很感謝大家對我這麼的關心 那不管是在我的生活啊 或是人生大事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我都會努力去表現 然後不會讓大家失望 那之前就直接在太少女生 我應該比較不會 因為我會害羞 想知道Lala的好消息 可能好像會有點難啊